整個經濟體系的狀況就像這個表 上面這個Y代表我們的鏟出 而橫是時間 其實我們的長期就像這條線 很平穩地 當然都是向上的 大部分經濟體系都是向上的 如果你不斷投資下去有教育的話 應該是不斷進步的 例如你看香港 現在這一年的香港 和你一百年前的香港 你都看到差異很大 所以長期裡面 其實是會不斷慢慢地一直向上的 這個是長期的情況 但是短期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呢? 短期其實就好像 它不斷圍繞著長期有波幅 不一定的 這個你只需要抄低它 這個你不需要畫的 你放心吧 短期其實就好像是圍繞著長期的不斷 有很多波幅 很多波幅 而這些波幅就會導致到怎樣? 你看到長期和短期中間 例如這一年 你看到長期和短期中間 是怎樣? 不一樣 一不一樣 不一樣 中間出現了一個差距 例如這個差距的話 這個是什麼差距? 是一個通脹差距 Inflationary gap 這個是什麼? 一個通脹差距 當然有時候未必是高過它 有時候可能是差的 例如這一年 就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 我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 Y是大過YF 哪個小的YF? 你叫紅色線 其實是代表Y的 紅色線這個 是代表Y的 代表短期均衡 有機會不斷波動 但藍色線是代表YF的 長期均衡 好 你看到T2這個時候 誰大過誰? 對 長期YF 大過短期均衡 所以它是出現了一個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 通縮差距 通縮差距 Deflationary gap 通縮差距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會有長期均衡 短期均衡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它有不同的波幅 在波幅內 會導致短期 會偏離長期 短期和長期不一致 就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當總需求增加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整條AD移動了出去 AD上升的要素 可能會是因為消費 可能是因為投資總額 可能是因為政府支出上升 或者是因為淨出口上升 或者是因為淨出口上升 這樣就會整條AD 總需求整條會向右移 這個就是AD上升 AD上升之後 導致短期均衡的結果 就會看到物價水平會上升 還有這個產出會上升 而當你看到短期均衡 短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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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短期的總需求 短期的總供應 以及這個 總需求 總需求在相交那一點 短期均衡 如果你看到短期均衡的Y Y是大於長期均衡 就是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YF的時候 這個我們會叫做通脹差距 Inflationary Gap 記住這個通脹差距 跟物價沒有關係 這個最主要是看產出水平 所以只看Y 短期均衡是大於長期均衡 所以當你看到Y是大於長期的Y 就會出現通脹差距 短期均衡的Y 就會高於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這個距離 我們會叫做Inflationary Gap 而反轉 如果我們現在出現AD下降 假設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你看到一個米字 是一個長期均衡 即是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 都在相交的時候 是一個米字的狀態 如果現在出現AD下降 AD下降一樣 都是四個因素 消費 投資總額 勝負支出 以及這個正出口 當AD下降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條線 下降了 今次短期均衡的結果 短期均衡就是這裏 就會令到物價水平下降 以及產出水平都會下降 兩個都會下降 而當你看到短期的產出水平 低於充分製業產出水平的話 這個我們就會叫做通縮差距 低於它 就叫做通縮差距 那就叫做Deflationary Gap 這就是剛剛你看到 跟剛才我們說的通脹差距 是剛剛相反的 同樣 這是一個產出水平的差距 跟通縮是不同的 這個通縮差距 主要說產出水平 跟物價都是無關係的 OK 出現通脹差距 會怎樣 想想 即是說 現在的經濟體系 生產的東西 比它充分就業更多 即是公司怎樣 夠不夠足夠的僱員 夠不夠 夠 它還要不要多些 不想 它不想生產多些 如果出現通脹差距 什麼情況出現通脹差距 是它那個 是它那個的 生產 即它現在的產出 是多過 它的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如果它多過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的話 即是說 它現在每一個人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怎樣 你想想 如果多過充分就業 你的薪金會怎樣 越來越少 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太多人 現在是太多人想做的事情嗎 還是就業的人 其實已經充分就業了 還要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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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就業了沒有 充分就業了 你看我做YF 已經充分就業了 如果少於YF 就會失業 少於YF會失業 現在還要是 比YF還要多 即是說 其實人們 每個都已經在做很多事情 充分就業了 公司更想生產多些 好了 那你的人會怎樣 如果每個公司都想生產多些 即是每個公司都想請多些人 那最後會出現什麼情況 不夠人 不夠人 公司會怎樣 公司會上升 公司會上升 多所以 如果你見到出現通脹差距的時候 你很明顯看到一件事 就是人工一定會扯高了 因為每個都想欠人 每個都想請多些人 公司想請多些人去做事 好了 所以出現 就是 人工 工資會上升 我的Wage 好了 工資上升之後會怎樣 如果你是廠商 工資上升了 你的成本會怎樣 高了 高了 工資上升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生產成本 其實會上升 生產成本會上升 是嗎? Production Cost 會上升 好了 Production Cost 上升 你的生產成本上升 影響哪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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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S 只有三條線選 一是SRAS 一是LRAS 一是AD 哪條線 哪條線 成本一定會影響SRAS 所以 生產成本上升之後 SRAS就會怎樣 會下降 你的短期總供應 就會下降 下降到哪裏 調節完 哪個位置 他一邊向倒 一邊向倒 好 這條是新的SRAS 他移到哪一處才可以去到均衡呢? L.R.A.S. 移到這裡可以嗎? 可以 移到哪裡? L.R.A.S. 移到達到L.R.A.S.這個位置 一路要... 一路要... 這條線呢... 這條線要一路移... 移到這個位置 移到這個位置 才可以回到長期的均衡 回到長期均衡 即是會到這裡 Y.R.A.S.會怎樣? Y.R.A.S.會怎樣? 電 Y.R.A.S. Y回到Y.R.A.S. Y會回到Y.R.A.S. Y回到Y.R.A.S. 你還記得當時短期和長期的表嗎? 即是長期的一路進步,一路直線 有些短期圍著它在上上下下下 你還記得周期表嗎? 其實短期長期的情況就像周期表一樣 當時短期市場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例如可能會有通脹差距,會有通縮差距 但我們不會永遠都通脹差距 因為隨著時間一路改變 隨著時間,隨著工資可以重新調節的時候 我們會一路調整 調整完之後,一路調整,一路出現通脹差距 但之後我們會因為時間,慢慢調整工資 調整工資之後就會影響生產成本 然後就會影響短期的總供應 最後我們會回到YF 所以如果在長期的話 Y永遠都是在YF 長期的話,永遠都是在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這是不會變的,長期永遠都會回到 所以你說這麼奇怪 你會看到首先就是AD上升了 出現了通脹差距 然後長期透過市場自己的調節機制 它又可以移回SRAS 然後就會回到LRAS 回到新的米字 你看到嗎? 新的米字在這裡 新的米字在這裡 然後會回到YF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市場 如果有一個市場 它都會有一天回到 不過不知道要調節多久 因為資訊不完全 各方面很多問題 不知道它調節多久 但是它都會回到YF 它不可能永遠都會有通脹差距 或者不可能永遠都會有通縮差距 所以出現通縮差距的時候 因為有失業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人根本上 其實不介意自己人工低一點 所以工資就會 下調,是嗎? 通縮差距是在說產出的問題 就不是在說物價的 留意 現在我們通縮差距 所以不可以分開它 它是叫通縮差距 四個字要貼在一起 它不同通縮 通縮差距是 產出少於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的時候 所以工資呢 現在就會出現下降 因為有人失業 自然工資就會低了 便宜一點都願意做 都沒有工作 所以工資會下降 工資下降的話 我們的生產成本會怎樣 生產成本會便宜 又會低了 好,生產成本 下降 即是這個 production cost 都是會下降的 如果我生產成本 下降,production cost 下降了 我的SRES 今次會怎樣移動? 今次會上升 是嗎? 因為便宜了,便宜了便可以做多些 所以我的SRES SRES SRES 就會增加 好,升到去哪裡? YF 回到YF 所以便宜了 回到YF 這個位置 SRES OK SRES上升之後 Y就會升回到YF 那價錢會怎樣? 物價水平會怎樣? 再跌下去 這個呢 如果出現通縮差距 市場如何由短期 一路退回去長期 一路退回去長期 好,長期的時候 工資因為出現通漲差距 工資是會上升的 工資上升 那生產成本會怎樣? 工資上升 工資上升 那生產成本會怎樣? 是嗎? 上升 貴了 生產成本又會貴了 好,生產成本又會上升 好,生產成本又會上升 那即影響哪條線? SRES SRES SRES會怎樣? SRES會下降 是嗎? SRES 好,所以它會下降去哪裡? SRES 回到 原本這條線 所以你會看到 短期的時候 它會升到Y2 但是長期又會跌下來 短期的時候 價錢物價會跌下去 但是長期的時候 又會調整上來 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你會看到 P又會升回 Y又會跌到YF 好,長期的時候 永遠都會回到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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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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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期